格雷斯正在梳妆打扮 今天是他嫁入豪门的日子 丈夫亚里是当之无愧的名门之后 考桌游发家致富 延续了许多代也依然繁荣 婚礼现场 格雷斯见识到了这个家族有多么庞大 强烈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毕竟面前这些人都是社会名流 与之相比 他只是个不入流的丑小鸭 晚上两人准备亲热一番 一旁的海林默默地看着他们 亚里非常讨厌这个阿姨 因为他不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 海林告诉二人 大家都在等着你们 原来这个家族一直有个传统 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 都会在午夜进行一次家庭游戏 既然是桌游家族 那玩的就是桌游 格雷斯梳妆打扮下楼 其他家庭成员都非常照顾他 但是时间到11点55分 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变化 管家非常严肃地打开房门 把家庭成员带进去 众人讲起了祖父的故事 内战时期 一家小印刷店 批量生产扑克 一代人之后 产业扩张到运动用品和棋牌游戏 在亚里父亲的带领下 四支职业队伍被家族收入囊中 但家族的成功不是靠运气 而是有一个人暗中帮助 正如亚里的父亲所说 这个慷慨的资助者改变了整个家族 曾祖父本是船上的水手 日子过得非常凄苦 所以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 一次出海 曾祖父遇见了神秘的贝尔先生 他的工作是收购各种一国珍宝 再转卖给美国富人 两人都对概率游戏很感兴趣 于是玩了很久扑克牌 贝尔是个疯狂的赌徒 他提出了一场豪赌 如果曾祖父能在船靠岸前 打开一个盒子 就会得到任何想要的资助 最终他成功了 此后 家族得到了贝尔的帮助 作为回报 家族里产生新的成员后 他们就会进行一次游戏 抽取盒子里的卡片 而今晚 贝尔先生会告诉大家 玩什么 听完这些游戏后 格雷斯非常兴奋 他小心翼翼地 从盒子里抽出了一张牌 捉迷藏 听完这三个字 在场的所有人沉默了 尤其是亚里 表情瞬间凝固 亚里的父亲告诉格雷斯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躲藏时间结束后 众人会展开抓捕 为了公平起见 家里的监控会彻底关闭 欢快的音乐声响起 家庭成员拿起各种武器 格雷斯对此一无所知 他捏手捏脚地躲进货运电梯 在他兴奋时 家人已经全副武装开始行动 他一个人躲在电梯里很无聊 就决定出来透透气 突然被一双大手抓到房间里 是亚里 二人躲在房间 避开搜捕 目睹了一名家庭成员被杀的场面 被当成了格雷斯 女人瞬间就被人开枪打穿头颅 看到这一幕 笑两口努力保持安静 周围的人走后 格雷斯才明白自己的处境 亚里坦白道 他抽到了最糟糕的牌 所谓的捉迷藏 就是家庭成员不停地搜捕目标成员 使用各种手段杀掉他 否则其他成员就会在第二天清晨死亡 亚里不忍心惨剧发生 他准备趁家人不备 偷偷把格雷斯送出去 厨房的大门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只要避开追杀 顺着大门逃出去就安全了 撕掉浑杀 格雷斯来到了两扇门前 他打开其中一扇 迎面而来的就是运尸的家庭成员 他成功避开子弹 逃到了另一个房间 格雷斯遇到了亚里的哥哥丹尼尔 他非常厌恶杀人游戏 但又无法摆脱 丹尼尔告诉格雷斯 你无路可逃 但我不想做下手的那个 十秒过后 丹尼尔叫来了其他人 但格雷斯已经逃到了别处 众人都变得非常癫狂 精神高度紧张 一个女孩无意间射杀了老女佣 在杀死目标之前 已经有两人遇难了 为了在天亮之前完成游戏 有人提议打开监控 这种呼声愈演愈烈 亚里的父亲只能照办 格雷斯见状也展开了反击 他拿起一把猎枪 来到厨房 却撞见了吃夜宵的管家 格雷斯当即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可惜手里的猎枪是个工艺品 无法射击 格雷斯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 打伤管家 逃到别处 亚里非常着急 破坏了监控设备 同时也被父亲发现 把他打晕绑了起来 格雷斯再次躲进货运电梯 里面藏着一个女佣 看样子 他被地上的尸体吓坏了 女佣看到格雷斯 大喊了起来 格雷斯只能关上电梯 女佣被卡在中间 被折顿击鼓 死掉了 家庭成员们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认为贝尔先生的诅咒 可能是个骗局 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相信的 他们继续搜捕时 格雷斯已经逃了出来 他躲进了牲畜棚 还遇见个小男孩 没想到对面开枪 打中了他的手 一通反击 击倒小男孩后 被一只羊吓得掉进了井里 深井中都是腐朽的尸体 爆发了强大的求生欲 为了脱离深井 不惜把手插在钉子上 顺利逃出 来到了大门口 本想搭顺风车逃走 但司机没有停车 而管家也已经追了上来 一番搏斗中 还是被管家的麻醉针控制了 回家途中 格雷斯醒了过来 他重创管家 车子也翻了过去 刚离开 丹尼尔就出面打晕了他 要在天亮前杀死格雷斯 否则一家人都会死 格雷斯被带到了处决台 众人念念有思 喝下了一种奇怪的饮料 丹尼尔在饮料里加了盐酸 格雷斯趁机逃出去 却被丹尼尔妻子牵绊 于是果断把这个障碍解决了 在这场灾难中 格雷斯变得越发残暴 亚里看到主动安抚他 但二人已经回不去了 得不到就要毁掉 亚里抓住了妻子 然而天亮了 格雷斯撑了一晚上没死 诅咒没有应验 众人感叹逃过一劫时 他们相继爆炸 死在现场 格雷斯成了捉迷藏的胜利者 雄雄大火 但格雷斯却坐在台阶上 抽起了香烟 或许在未来 他也会成为这种游戏的忠实玩家 在这场狩猎游戏里 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 为了活命 每个人都变得极度疯狂 而本片还侧面映射了教育的重要性 不仅成人 家里的小孩子都会迎合游戏 逃向杀人 就连爱人也被改变 成了穷凶极恶之徒 纵使有本心的丹尼尔 也飘忽不定 这也让影片升华了 如果当成常规血浆片来观看的话 那就太取材了 看完电影 格雷斯算是胜利了吗 赢了性命 丢失了本心 他会成为下一个狩猎者吗 这里是Z位收据 我是小C 我们下期见